我们常在说的令草 这是在文献上面 它的称呼是叫洗草 或者是大甲令 因为主要是一开始的发源地 是在大甲发现这个野生的植物 被用来编织是很好的 因为纽线人的生活的时候 认识了当地的原住民 就是他们毛利族 就是发现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认同 所以那时候我就反思自己 就是那我自己就是 对家乡大甲 还有对台湾的连结是什么 很优秀啊 我教他做那个小灯笼 他就把它改成一只鱼哦 他自己还会创作呢 我可以感受到 你对这顶帽子有很深的感情 那个帽子 因为我觉得它代表了除了爷爷之外 就是还有我们家整个家族这样 对家习的发展 іч远的顺帽子